好 為您插播一則最新消息 是外交部長楊敬天 今天傍晚臨時舉行記者會 表示我國駐美國堪薩斯 辦事處處長劉姗姗 今天凌晨突然遭到FBI逮捕 目前還沒有獲得釋放 而我方已經透過管道 表達嚴正抗議 表達嚴正抗議的意思 因為這一項逮捕跟居留 嚴重違反 我們在1980年 跟美國之間所簽訂的 雙方住在對方國家的 外交人員的特權履育豁免的協定 楊敬天表示FBI是以外籍勞工 契約詐欺的罪名逮捕劉姗姗 因為今年8月份劉姗姗 聘雇的菲律賓籍埔不告而別 當時她也充分配合美方調查 這一名非籍埔埔的下落 楊敬天強調 這名埔埔並不是劉姗姗私人聘雇的 而是跟辦事處的公務相關 她無法認同FBI突然逮人 將會持續提出抗議